F-Time 1 今天的这节制作人士圈圈圈马答案是 那有人问我说昨天有没有去跨年呢 有没有看烟火呢 有 昨天我在某处的顶楼看101烟火很漂亮 你可以到我的IG来去看一下 那昨天呢 全台从南到北 从北到南 从西到东 都有很多的跨年晚会有跨年的烟火 但没想到高雄这一场却传出了 有人拿刀这样的恐怖行为当场吓坏了 昨天在高雄的跨年晚会呢 这一场总共是有19组的艺人表演 是全台表演艺人组数最多的 那没想到呢 就在大概是快要进到9点的时候 大象体擦当时在台上唱歌时呢 突然他在麦克风就讲了说 有人拿刀 所有人吓了一大跳 主持人号角响起呢 也赶快出来 出面叫大家要冷静冷静冷静 警方随即就进来了 然后呢 现场马上的被这个平稳了 那带回了目击者 目击者说当时就看到了 有一名戴着白色帽子的男子 跟一名阿贝起了冲突 就没多久呢 这个帽子男就拿出了 六公分的水果刀 但是幸好并没有做出攻击的动作 只是当时包含了 这个歌手在台上 就是有人拿刀 还有旁边开始躁动呢 所以从当时的空拍画面 你可以看到舞台的左侧 大家慌了 爬围长的爬围长 散的散 所以现场是乱成了一团 也导致在这一场的跨年直播当中呢 立刻中断了长达七分钟 事后呢 高雄警察局的局长呢 林延田事后访问 说并没有所谓的水果刀 这是一场乌龙 其实是拿的是原子笔 只是当时不晓得为何 有人把原子笔看成的是水果刀 造成了恐慌 造成了推挤 所以总共是有三十五人受伤 大概部分都是扭伤了 或是磋伤居多 只是在第一时间 还没有厘清状况的同时呢 有人都直播里面讲了 说呢 只有弟弟被砍了 当时在网络上面 更是引发轩然大波 但是警方要澄清 根本就没有这件事情 所以昨天你在高雄跨年吗 有在这个场合吗 如果有的话 可以写下来告诉我们 当时你所感受到的情况是如何 以及我们透过影片来还原 当时的情况 高雄梦时代跨年晚会 进行到一半摇滚区 大批人潮开始推进 多人跌倒被踩踏 民众神情惊恐当场吓哭 宛如电影吃速列车 有人甚至干脆 翻过白色忽然逃命 不然人全部挤在一起 根本走不掉 人进来劝导也没用这时舞台上 有人拿刀放开 表演团体大象体操脱口而出 有人拿刀终断演出紧急下台 但这句话不得了了 舞台后方的人原本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现在听得清清楚楚 也开始往外奔跑 逃兵规模逐渐扩大 民众尖叫声死期 这里不是高雄吗 总算一路逃到外围 嘉奖牵着小孩狂奔 又的逃上小刀台 主持人麦丽安抚 但这场高雄跨年晚会大逃杀 持续十五分钟 民众喊有人拿刀 造成推及踩踏 至少三十六人受伤 原来说有人拿刀子 然后就开始一个人往这一击 然后他在跑的时候 有被压在底下 这个是乌龙一场 两位在吵架 一查的时候才知道是原子笔 原本开开心心的跨年晚会 变成十四列车和大逃杀 说是乌龙一场 不是刀而是原子笔 但人没抓到 政务也没找到 让市府脸上无光 记得 五月天 昨天在台中各唱 跟五名们一块来度过 2023迎接 2024现场 起爆了两万多名粉丝 但是没得进去的怎么办呢 就在外面听吧 有人就闯到了工地 在爬音下 但是爬音下的过程当中 没戴安全帽 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 旁边人看了 昨天捏他一把冷汗 而另外 在台中的中央公园的跨年演唱会呢 有爆发肢体冲突 原因可能是因为人太多了 难免会发生一些推挤 有几个人火气比较大 就打成一团 天堂五月天 跨年夜台中开唱 全场起爆两万多人 不只场内爆满 场外挤不进去的五名更多 有民众直击 有人竟闯入施工中的工地 没戴安全帽 踩在硬架上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进入工地 危险走在硬架上 就为了看演唱会 简直完命 若是意外发生 小命不保 而警方调查 疑似是工人 详细情形 还要再追查 太危险了吧 为了偷看演唱会 也不要这样子吧 还有人看不见本尊 用听的也很开心 附近立体停车场 满满荧光灯海 随着阿信歌声 一起同嗨 至于在台中中央公园跨年场 则爆发肢体冲突 疑似因为人潮推挤 几名男子打成一团 跨年夜为了抢看偶像 引发冲突 实在不止 记者黄湘富黄山 台中采访报道 台北市府的跨年晚会 一结束之后 捷运站人潮几道爆 一直到凌晨两点半 人潮才疏散 那么挤不进去的人 你看到在外面的景象 黑压压的一片 全都是要搭捷运的民众 那么北捷还特别派了 两千八百人力来支援 民众就讲了 你光是要从外面到里面 进站就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真的要有耐心才行 不过医师看到这样的景象 一方面开心了 就是活动又恢复正常了 但一方面担心的是 新冠疫情很快又要再进入高峰期了 如何自保呢 医师提供方法 台北市跨年晚会 因为是疫情之后第一场跨年 没有下雨爆出了大量人潮 活动一结束 所有人往捷运站前进 惊人的画面曝光 我们12点就开始走 然后现在12点34 眼看前方就是捷运站 但是捷运站外面黑牙牙全部都是人 根本连动都不能动 更不要说进到站内 我觉得一个小时吧 就很多人 然后也没什么动静 有人想超捷径 快点进捷运站 穿越花丛 却不小心跌倒 只好大笑自嘲 怕所有人一次挤进月台 造成踩踏的危险 周遭的捷运站 一度进行三阶段管制 工作人员拉开人墙 挡在闸门口 管制进月台的人数 晚会现场涌入至少17万人 捷运全线总运量 已经达到了203.5万人次 北捷增派2800人加班疏导 不太好 感觉不太好 感觉动静不太好 最终所有的人潮 在凌晨2点15分疏散完毕 跨年人潮总计238.3万人次 比去年增加了22.1万人 一时看到这种惊人的画面 评估廉价过后将会有新一波 呼吸道疾病传染高峰 1月中旬即将进入第五波 新冠疫情 每日确诊的人数上看2万人 民众要加强防疫 记者余生前王一仲台北报道 这年头了色狼还是有 拜托改一下吧 在跨年活动结束之后呢 台北大道城码头 就有女子发现公厕里面 突然出现了一个不明宝特瓶 仔细一看宝特瓶上面 有针孔摄影机 同行有人火速逮到了可赢男子 而经过警方到场 检视了相关的影像之后 立刻将嫌犯带回警局移送法办 穿着橘色外套的男子 被两人一前一后 脸拉边拽 推到角落茶水间控制行动 因为就在刚刚 男子竟然在厕所放置针孔偷拍 我最后那两只 我还没看到 那我有办法吃下去 那是没办法 没办法 这没办法 来 这一杯这一杯 检方到场接手处理 将范贤带上车时 他竟然还扯说 要跟对方和解 也让园警们大傻眼 瘦在台北大道城码头 范贤看准跨年人潮众多 这行改装有针孔镜头的宝特瓶 放在公厕内犯案 被害女子上厕所时 惊觉地板上放置的宝特瓶很奇怪 拿起来查看 立刻吓一跳 赶紧告知同行有人 火速发现外头男子 猛看手机行机可疑 眼见试机败露 还打算逃跑 随机上前逮住他 等警方前来 经警方到场 检视摄影机内容 确认违法行为后 将该男子立即逮捕 范贤色胆包天 以为用宝特瓶伪装 就能瞒天过海 检方讯后 也已违反刑法 妨害性隐私罪 移送士林地检署证办 接着周天节 整官与台北报道 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松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